以下是来自台风现场的最新爆爆 我们可以看到卡罗在风雨中奔跑 几乎是寸步难行 这时候他感觉前方有一些屋子还亮着光 他几乎是肾上腺素爆发 火箭般的往目标喷射过去 接着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水中之物咖啡馆的现场 如果我不说你们一定不知道 现在外头这是风雨交加 台风已经登陆的惨烈情况 是的电力还没中断 水中之物还亮着暖黄色的灯光 老板娘丽儿吐了一桌的好餐 要在开幕前一天交代她的旅友Lara 这真的是台风夜里最温馨的景象 所谓万难见真情 如果这间水中之物撑得过这场台风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黄盗子 路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午后 是我是主播 各位观众 现场情况由于我们最近的发展 烧到这间水中之物船 记得为红素之客 是为金发白宗的原动 原先我们以为丽儿跟Lara 会吓得惊声尖叫 但是他们叫的却是雷啊 而这位服务之客 则是称他们为 妈妈们 哦 妈妈们哦 有两个妈妈 这真的是非常致脱作理理的情况 总而是这个大陪冠军事 酒瓶之重逢 哦 好 一下 谢谢 面对一桌好菜 不过呢 我们可以发现老板娘丽儿的脸上呢 流露出非常焦虑不安的神情 因为呢 他的男友刘老师至今是行踪成迷啊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屋内的水已经淹到记者的 呃 腰部了 吼 丽儿有好几次都想出门去找刘老师 不过呢 都他的两位还有给阻挡着 呃 是的 从镜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的风雨 真的是已经到了焦佳的地步了 是 水真的是越渊越高 不到十分钟的 十分 十分钟的时间 水已经听到记者的 凶目了 一点都不夸张 坤目 这真是太夸张了 哎 村长 等一下 哎 村长 等一下 平时要买一套啊 我是想要买一套 我是想要买一套出去了 哎 拜托的 大家注意看 把你坐在一起 拜托 拜托 哎 哎 哎 村长 姐 是 二十年前的这个小车庄严 曾经到手风灾种畅 但是当时水淹的七天 且都没有人发现他们 还是当地的居民 自己冒险出来 外界才得知这个 人间炼狱的财况 当时 这不是有这个千村的计划 十二十年过去了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还是有人住在这里 我们看到现场的状况 这个水中之屋现在已经是 名符其实的水中之屋了 一桌好菜都在水面上飘 何力又等三人正在往二楼撤退了 这真的是最惊险的现场SNG哦 画面里是我们的最新主持家 卡罗正在往二楼撤退的时候呢 他没关好的背包灯 突然掉出一个又黑又重的罐子 罐子呢 一路从楼梯 去你看人滚下来 天哪里是一个骨灰坛 而在水里撒成一片的呢 是骨灰啊 是的 掉了骨灰坛的卡罗 显得非常的难过 她的两个姐妹也在一旁安慰着她 据卡罗表示 骨灰坛里中的正是她过世的 妈 我们可以看到呢 原本洒满了骨灰的水泥 现在发生了一点的变化 那黄褐色的脏水 慢慢变得清晰而透明 而且变化还没有停止哦 那清晰透明的颜色 渐渐转白 越来越精英 白色是像雪一样的白色 现在原本黑沉沉的水面 简直像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从雪之中 慢慢浮现出一模人影 一雪 白白的人影 那是 雪后 雪后 人如其名 冷若冰霜 面无表情 是个超级动靈眉魔女 我们现在 寒夜跟着雪后的驾到而来临楼 现场开始飘起了漫天的雪花 在雪原的远方 有一个朦胧的影子 缓缓地朝向雪后走来 那一只蛇 那不是熊 是卡罗的爸爸吃穿了熊装 熊爸爸踏雪而来 一直一直来到了雪后的面前 他看着雪后 一直一直看着 在他的眼中 慢慢地积聚起一潭湖水 湖水终于满意 滑落 特写 有一滴 滴进了雪后的眼里 雪后冰霹般的眼睫 收到眼泪的冲刷 掉出了一个冰晶般的碎片 那就是雪后的成因 我们可以看到雪后的表情变了 不然是雪后终于有表情了 他的嘴角可以扬起了 我们可以确定那是一个笑 笑起来的雪后有深深的法令纹 弯弯的眼角也藏不出好几条活跳跳的鱼尾 但他自己完全不在乎了 他越笑越开 眼中居然就笑出了泪 泪水滑落脸颊 烫出了好几道蒸汽 现在雪后已经完全没有包袱了 他抱着熊爸爸大哭了起来 目睹这个场景的卡罗也是热泪盈眶 他表示这真是 太好了 太好了 雪后的雪阴正时也发生了变化 那竟看起来这不便宜的时尚外套 突然不可思议的裂解成一片片 飞起来了 那些罪片飞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见 那是 白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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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林熙 白露丝 有一千只白露丝一起飞向村里最高的那颗木麻黄 在木麻黄的树顶我们可以看见 那是 哇 刘老师 是 新闻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千只刘老师 栖息在木麻黄的情景 不许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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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